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学习 套机制与套机制编程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知道通过端口呢 我们可以唯一的标识不同的网络进程 对吧 如果你一个进程在使用网络的话 那么肯定是有一个端口的 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端口来识别 不同的网络进程的 然后呢 我们还知道这个端口呢 它是使用16个比特位来表示的 它表示的范围呢 是0到65535 那么由这个端口 以及上一章我们所学习的这个IP呢 我们就可以表示 或者说指定网络中的 某一台主机的具体进程是什么 那么关于这个IP和端口的组合呢 我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去代表它们 那么这个名字呢 就叫做套接制 也叫做这个Socky 那么对于这个套接制呢 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这里面的套接制呢 它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它只不过是之前的这个IP和端口 这个组合的一个名字 那么这个套接制呢 它可以表示这个TCP连接的一端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TCP连接呢 它是点到点的一个通信 两个端点之间呢 会有一条TCP连接来进行这个通信 那么这个套接制呢 就可以表示这个TCP连接的一端 那么通过这个套接制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那么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在对网络进行编程的时候呢 我们实际上也是对这个套接制来进行编程的 我们通过这个套接制来进行这个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那么对于TCP呢 我们知道TCP的连接呢 它是由两端所组成的 因此呢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表示为两个套接制 那么通过两个套接制呢 我们就可以唯一的去指定某一条这个TCP的连接 而对于套接制呢 就可以表示成为是这个IP和端口的组合 因此呢 通过两个套接制 或者说两个IP和两个端口呢 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TCP的连接 那么这个呢 是关于这个TCP的一个形象化的一个理解 TCP由两个套接制组成 那么这里面呢 需要注意一点就是 一个IP呢 它可以有多个套接制 因为呢 不同的端口和IP的组合呢 就形成不同的套接制 那么这个呢 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平时呢 如果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套接制进行编程的话 那么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是把这个架构 看作是这个CS架构的 那么这个客户端和这个服务端呢 通过这个TCP连接来连接起来 然后呢 不管是客户端还是服务端呢 我们都会使用一个Socket 也就是一个套接制 来进行这个数据的发送和接收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分别对这个客户端和服务端 了解他们的套接制编程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服务端 那么对于服务端呢 首先就是创建这个套接制了 第二步呢 是进行这个绑定套接制 把这个套接制 绑定为某一个IP和某一个端口 第三步呢 就是进行这个监听 监听性的连接进来 那么第四步呢 就是进行接收和处理这个消息了 那么这个呢 是关于套接制服务端一个编程 它是这个被动连接的一方 接着我们来看主动连接这一方 也就是我们的客户端 那么对于客户端呢 就简单一些 首先也是创建这个套接制 然后呢 进行这个连接 把这个客户端的套接制呢 连接到这个服务端的套接制 然后呢 再进行这个信息的发送 那么这一个就是客户端的过程 我们接下来呢 也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 去理解这里面的套接制编程 那么来到Python排第一 在这里面呢 我们使用Python来进行这个套接制编程的一个事例 这里面我们首先新建一个server.py 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进行这个服务端的编程 这里面呢 我们先进行服务端的编程 我们先把这个Python语言所提供的 这个套接制的这个包给引进来 那么对于这个Java呢 或者说这个世界家呢 同样有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个呢 是由操作系统的这个协议相关的服务所提供的 接着我们定义一个server的函数 这里面呢 我们完成这个套接制的监听 那么首先是创建socket 第一步对吧 创建socket 那么socket呢 很简单 x等于socket 通过socket.socket呢 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套接制了 当然了 这里面是这个Python的语法 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主机设置为127.0.0.1 那么这个呢 是属于这个回环地址 我们前面也介绍过 然后呢 是这个端口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设置为666 接着呢 我们就进行了第二步 对吧 绑定 套接制 对吧 绑定的也非常简单 我们使用这个套接制 自带的并方法 那么它呢 需要有一个参数 分别是这个 主机和端口 那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通过主机和端口呢 我们就可以唯一的 确认一个套接制 是什么 那么也可以确认是 这个TCP连接的一端 对吧 然后呢 就可以进行监听了 监听 s.listen 这里面呢 监听之后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逻辑 我们先接受 这个来自客户的请求 然后呢 我们打印一行消息 把这个客户端的地址 给打印出来 然后呢 往这个客户端 发送一段消息 Welcome to my course 然后再把这个连接 给关闭掉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服务端的一个逻辑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使用这个 Socket呢 作为四部 创建 绑定 监听和使用 然后呢 我们再来编写这个客户端 请建议发送文件 Client.py 那么它的逻辑呢 也是类似的 我们首先把这个 Socket给引进来 对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定义一个 Client函数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也是首先 创建一个 套件字 对吧 同样的 逻辑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里面的代码 复制过来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套件字 连接起来 连接到这个服务端 连接 套件字 s.listen 那么这里面呢 需要传递一个地址 首先 这个主机呢 是要27.0.0.1 端口呢 是6666 对吧 那么这一个是 监听的端口 连接的端口 搞错了 不是listen 是这个connect 然后呢 我们就打印 行信息 说这个 receive message s.receive 这里面我们指定 接收的长度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再打印 一个关于这个 第几个 客户中的一个 这个参数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再打印 一个参数 表述说 这是第几个 这个客户端 最后呢 再把这个 socket 给close掉 对吧 然后是主方法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 客户端的一个编写 可以看到呢 最简单的 他这次编程呢 也非常简单 分为三步 第一步呢 是创建 连接 然后就使用了 我们先把这个 服务 给跑起来 然后呢 在这个客户端 我们也把这个 客户端给跑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可以正常的连接 好的 这里面是可以连接的 我们可以看到 一共运行了 10个 这个客户端 0到9 然后呢 每个客户端都接收到了 这个 Welcome to my course 的内容 那么这个呢 是由这个服务端 所发出来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 套杰制编程的 一个简单的事例 那么这里面呢 也是呢 是排斥的语言 那么对于其他语言呢 它的步骤 也是类似的 那么同学们下来之后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 自己喜欢的这个语言 它是怎么样进行 这个套杰制编程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了解了 这个网络套杰制 不知道在这里面呢 同学们有没有感觉到 相关的内容 是似曾相识的呢 没错 在前面我们在学习 这个操作系统的时候 我们学习了 这个预套杰制 那么预套杰制呢 它的操作过程 或者说流程呢 和这里面的网络套杰制 是非常类似的 那么这里面的网络套杰制 和这个预套杰制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对这两种套杰制 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先来了解 这个网络套杰制 那么对于网络套杰制呢 其实 不管是跨计算机 还是说在同一个计算机 那么如果我们在使用 网络套杰制 来进行数据传输的话 数据呢 都会经过这里面的协议站 比如说 它会首先经过传输层 对吧 然后呢 来到这个网络层 然后呢 再来到这个网络接口层 然后呢 再回到网络接口层 网络层 传输层 然后呢 才回到我们的用户界面 这里面注意的是 不管有没有跨网络传输 它都会经过这里面的协议站 它会在这个网络协议站里面 走一遭 然后才发现 原来这个数据呢 是自己传给自己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预套杰制 那么对于这个预套杰制呢 它其实主要是通过这个预套杰制文件来进行传输的 那么在前面 我们在了解操作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也知道 预套杰制文件呢 它是一个S这个符号的一个文件 那么如果我们在使用这个预套杰制 进行这个数据传输的话 这些数据就不需要经过这些协议站 所以呢 如果是单机的通信的话 我们更推荐使用这个预套杰制 来进行这个进程间的通信 因为呢 它的处理流程更加简单 系统的消耗也更加小 那么如果是单机通信的话 使用网络连接就不好了 因为即使是单机的连接呢 这个数据也会在这个协议站里面走一招 那么这样子呢 这个性能会降低 那么如果说进行跨机器 跨网络的进程间通信的话 那么就只能使用这个网络套杰制了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一套杰制和网络套杰制的一个区别 那么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喜欢通过这节课呢 同学们可以分辨这个一套杰制和这个网络套杰制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那么节课呢